hello 欢迎大家学习这个爬充课程 那么上几个我们是跟大家讲解的这个参数的编码和解码的两个函数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这个URL解析的这两个函数 URL解析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可以将你的 拿到一个URL以后 它可以将你的URL把它给封成几个部分 就是按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URL详解这几部分 它会给你封这个Stream 这个host的这个port 这个port不过有区分 还是这个pass 还是这个残层转 以及这个锚底 它会把将你的URL封成这几部分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URL封解的话 它这个地方有两个函数 一个叫做URLpass 以及这个什么呢 URLSplit 这两个函数基本上用起来 百分之八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待会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 那么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patch上 这里边我新建好了一个文件 叫做代码2.py 那么我们就不要把所有代码 放在同一个文件当中 等到后期大家再去复习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不好复习的 不好看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边就新建了一个文件 就是专门用来去讲解我们的这两个函数 好 那么我们这里边来写一下 这个URPath以及这个URSplit 这些东西它都是和解析相关的 所有的话是在哪一个模块下面 是不是在那个Path模块下面 对对 那么这边我们来导入一下 from这个什么呢 URLib import一下这个Path 然后我们这里边比如说有个UR等于什么呢 sdp3w.百度.com对吧 然后这个s下面的有个 长新自转WD等于这个时候呢 等于这个Python 然后的话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随便给的 随便给的 这个的话肯定百度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Uslate模式等于这个ABC对吧 然后的话还有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锚点 比如说锚点是A对吧 随便给的 或者给个E 好 那么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这样的URL 那么如果我想去拿到UR的每一部分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URPath以及URSplid来获得 那么我们这里边Result用个边缘来接触一下 比如用过这个什么Path下面的URPath 然后再把URL扔进去 那么接下来他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解析了 解析完整以后我们再来打完一下这个Result 好吧 sd 口中加什么 口中加他的印象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东西就解析出来 对不对 好 第一个是那个Stream是EdgeTDP的协议 第二个的话那个Local就是我们的那个host 就是那个域名 是那个3W点百度 你看对不对 第三个的话就是那个Path Path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后面这部分 对对 第四部分的话是这个PAMS参数 这部分的话当然暂时先问完 好吧先问完 待会的话我会跟大家去讲讲 好下面的话就是那个查询参数 对吧 就是这个WD等于Python 并且Ustem的NBC 是吧 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都把它给拿出来了 对对 然后还有Fragment就是那个锚底 是等于这个1 对对等于这个1 那么我们也可以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些属性把它给反映出 把它给打印出来 把它给反映出来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不想获取所有的这些属性 我只想去获取某一个 那么的话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属性来获取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 第一个是这个StreamSCH1M1 SCH1M1 SCH1M1 那么就是Result ISUID点那个什么呢 SCH1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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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能加第一负利分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MTLocal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是通过MTLocal 可以获取到可能加第一负利分 第三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PASS PASS的话是等于我们这个Result下面那个PASS 对吧 可能加第一负利分 下面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PAMS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可能加C 可能加微负利分 可能加第一负利分 下面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QERY 查新自转 那么的话也是通过这个QERY 来换取QUERY 好可能加第一负利分 还有一个是那个锚点 是那个FIAJ FIAJM1 Fragment 那这个可能加C 可能加V 可能加4 可能加3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属性的方式 也可以拿到其中的某一下 对吧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只想拿这个域名 那么的话我是可以通过这个NetLocal来到 对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去解析我们一个 一个 一个UR当中的每个组织部分 可以通过这个什么呢 URPASS来完成 可以通过这个URPASS完成 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URSplitter来完成 这个URSplitter 你看是这个方法的 它是UR分割 Splitter是不是代表分割的意思 对 就是分割一个UR 那么的话也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效果 但是 跟URSplitter和URPASS 唯一有一点区别 是什么呢 我们的URSplitter 它这里面分割出来的 它没有一个东西叫做PASS 叫做不是PASS 叫做PASS 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属性 好吧 那么我们先把这份把它给注视掉 把它给注视掉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这个地方把URPASS 把它给改成什么呢 我们就不用URPASS了 我们就用这个 或者我这个地方口识加的一副一份 我先把这份注视掉 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都 把不用这个URPASS 而用这个什么呢 URSplitter 口识加什么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重新来运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话 也可以得到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 对不对 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来打一下这个RED 整体来打一下 整体来打一下 它得到的是一个Splitter 一个人的RED 对吧 而且这个里面的这些参数 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URPASS里面 你获取的这些属性的参数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一模一样的 唯独一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Splitter 这个东西 它没有一个叫做PASS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而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URPASS这个东西的话 它会返回一个叫做PASS的那个东西 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这个叫做Result1 这个叫做Result2 然后的话这个是1 可能加的一副一份 然后的话这个是2 好吧 我再给一下啊 下面这部分我先把它给注视掉啊 第1个的话是那个通过URPASS点击出来的 它是做了一个PASS 对不对 而我们的Splitter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PASS 没有这个PASS 那么这个PASS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PASS 其实它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用的真的非常少 所以的话我都没跟大家介绍 就是基本上以后你在做扒证的时候 包括做网站开发的话 都基本上用不到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跟大家介绍 它是这样的哈 就是在这个查清资料的前面 给它加一个封号 然后在这个封号后面 在这个封号后面 以及这个问号中间 这部分 这部分的这些数据 就是属于这个什么呢 就是属于这个PASS的部分啊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里面写个什么呢 写个Hello 写个Hello 可能加速 可能加速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通过PASS Result 它就可以得到你的这个Hello了 而我们的这个Splitter Result 这部分 因为它没有这个什么呢 它没有这个PASS这个参数 说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得不到的这个Hello 得不到这个Hello 好吧 好 那么这个东西真的是用的比较小 用的比较少 说的话 就完全可以忽略掉就行了 完全可以忽略掉就行了 所以说这两个函数 基本上是99%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唯独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URPASS这个东西 它多了一个PASS的这个参数 好吧 到时候是PASS这个参数 那么以后大家再 那么以后大家再解析这个URPASS的时候 到底是使用URPASS 还是使用URSplitter呢 两个东西 一都是一样的 好吧 都是一样的啊 随便你随便你又拿个随便你又拿个 只不过这个URPASS 你要知道它多了一个PASS这个东西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 跟大家把这个Jung来做的更加往上一点 就是把这个东西补充一下 后期的话我们会把这个Jung发送给大家 就是让大家能够 在学习的时候啊 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印象 对吧 就是学习才会更加 就不用去看视频呢 直接看这个笔记 就可以一学也回忆起一些东西 对吧 这个URPASS URPASS 把这个什么呢 和这个URL 那个Splitter 其实是 其实 基本上是 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URPASS 里面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PASS 属性 属性 啊 什么呢 那个URL Split 没有这个PASS 属性 对吧 比如有一个 比如 有一个什么呢 URL 为 比如说有一个URL是等于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把它给拿过来啊 这里要加上去是Hello 那么URPASS 啊 PASS PASS 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获取到那个 Hello 对吧 什么呢 那个URL 不可以获取到 不可以获取到 就这个不同啊 这个的话也是用的比较少啊 这个地方也说一下啊 这个什么呢 URL中的那个什么呢 比AMS啊 也用的比较少啊 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家解释一下哈 这个东西是用的干嘛的是吧 跟他们干嘛的哈 这个东西它其实跟我们的这个问号后面的这个参数其实是一样的啊 后面这个问号后面这个参数的话 它是将这个数据就是说我去换取数据的时候我提供一些这样的条件给你啊 那么这个中间这部分数据的话相对是什么呢 发送给服务器啊 下次发送给服务器啊 下次发送给服务器 那么语义上面的话是有一个这样的区别 但是实际上啊 当然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对吧 基本上都是给服务器发送这个数据嘛对吧 那么服务器至于要不要那是服务器的事情对 啊那么我们这个东西所有说啊 呃用的比较少对吧用的比较少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些客人啊就讲到这边啊 感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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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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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